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个特简单 但是超好吃的咸蛋黄叉烧肉 这个我家老牛最喜欢了 咸蛋黄可以倒一点白酒去腥 这个是梅头肉 平常做叉烧肉一般都是用这个 口感特别的嫩 今天的这块厚度大概在三厘米吧 一般两到三厘米都可以 稍微薄一点的话会更容易入味 然后用小刀或者剪刀从中间插个洞 可以装入蛋黄就可以了 中间的夹层塞满了蛋黄 蛋黄塞进去之后可以用牙签固定定型 这一块肉大概是塞了八个蛋黄 整个处理好之后 再加葱姜蒜还有屏幕上的调料 抓拌均匀 拌匀之后再盖上保鲜膜 可以放冰箱冷藏腌制一个晚上 如果时间比较仓促的话 也可以腌制两到四个小时 腌好之后放入电饭锅 然后倒入刚才腌制的料汁 最后一步就是盖盖按煮放键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煮的过程中途可以翻个面 看看这个颜色多漂亮 煮放键跳了之后就可以取出来 去掉牙签然后切块装盘 这个比做红烧肉更简单更方便 如果家里没有咸蛋黄的话 可以瘦肉五花肉直接做 一样的好吃 虽然上班时间比较赶的话 早上放进电饭锅 中午下班就能吃了 特别的简单方便 只要家里有个电饭锅就能搞定 也可以一次多做一点 平常吃面条的时候放几片 跟加牛肉一样的